今天下午的四点钟了 这个马席二会就要正式登场 那么其实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确定在今天下午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会面 这也是睽違九年 马英九跟习近平要再度来碰面了 好 今晚现在呢 马英九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华民国总统 他已经卸下职务将近八年 但是马席二会依旧是受到 两岸及国际社会的一个高度的关注 两个人会谈些什么 好 这一次马席二会 会有什么重点 以及讯号曝光到底会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的 此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马席二会在今天下午的四点钟 几个小时之后就要登场了 那么结束之后呢 习近平也会设宴款待马英九前总统 但会面地点呢 郭正亮就有说啦 好 言人传出会在台湾听 他说如果在台湾听呢 那就尴尬了 为什么呢 他说台湾听很尴尬 因为马英九要讲九二共识内涵是什么 绿云一定也会对此大做文章 所以会面地点呢大家也在说 也是呢 大家会觉得说很有趣的一个点 大家很关注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了 此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下午登场马席二会之外 昨天呢 这个马英九不是有到这个万里长城吗 其实很多的这个台湾学子 又跟在后头 又接受访问 他们觉得说 他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 那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啦 这个其实马英九 他在唱这个长城有的时候 唱到哭我 那也很哽咽 那提到了抗战孙中山国家反映民族情感 那蔡英文曾经说 没有人需要为国族认同人道歉 各界应该尊重 无需酸言酸语 那此外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啦 昨天就有访问的 包括这个师大大传所的这个同学 华同学 他就有说两岸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的不同 多交朋友多认识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绝对不要像网路上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呢 跟不认识的网友来互呛互杠 无论是小粉红还是1450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个样子 大家做出来好好的认识 彼此交流 彼此呢 这个交换意见 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好的 大家都是可以好好的聊天的 昨天同校受访的 还有这一位是中正大学的 政治所的这个万同学 他说两岸的青年学 多多的交流 他认为是件好事 因为呢 透过面对面的交换意见 彼此认识相互了解 总比隔着网路 互相的叫嚣 彼此因为误解 而互杠互呛互骂 来得好太多了 尽管我们的学经历背景 我们的民族的这个认同背景 可能有一点不同 但是多交流 其实反而是可以降低 这个两岸彼此之间的一个冲突 跟长久以来的误解 所以对于学子们这一次的跟访来说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这当然呢是他们在昨天的这个访谈当中 所提及到的 联合新闻网怎么评论呢 马歇尔会时间点落在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之后 而赖清德也即将上任之际 这时间点很刚好 也是美中通话之后不久 那两岸呢是搭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 其实马英九他至少有九度提及和平 那么也是呢 虽然现在民间的沟通管道还没有真正恢复 但是其实已经释出了善意了 不过其实时间点也很巧哦 今天下午不是就要来马席二会吗 那今天呢这个赖清德也是公布了一个内阁的名单 今天也是一个第一场的人事内阁名单的公布会 有人说是在相互在叫声亮吗 耐人寻味 这重头戏才正要开始 好现在呢这个路方过去一路保密到家 那么今天也是证实了 说会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那在下午呢就会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来集结访问 那推断呢就是马席二会咯 那双方会派出什么样的阵容 谈话内容也陆续曝光了 马英九访路之旅重头戏 马席二会很有可能在十号下午登场 若晨真这将是睽違九年马席再度会面 时间点最有可能落在下午三点或四点之后 因为九号下午马英九随行记者收到通知 十号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到人民大会堂集合采访 推测极大可能就是马席二会 不过将在福建厅台湾厅或别的厅举行 下午就会揭晓 回顾九年前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号下午三点 在新加坡这场被称作世纪会谈的马席会 时任总统马英九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长达八十秒的世纪之卧 是两岸分支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坐下 当年两人避开敏感称谓 以马先生习先生虎称 谈话都强调九二共识 今天我跟习先生分别以台湾 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 穿越六十六年的时空 伸手相握 巩固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坚持九二共识 巩固 共同政治基础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先讲这些 谢谢马先生 谢谢大家 当年马席阵容是七人小组面对面 马英九和习近平各自坐中间 如今双方与会人员大多调职或退休 不过推测 现任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层 将再度参加马席二会 陆方人员可能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再次出席 大陆国台办十号早上照常举办发布会 发言人被问到是否能证实马席二会 依旧保密到家 马英九先生率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 我们会会同有关部门地方做好妥善安排 当年马英九以政府的角色会见习近平 如今虽已卸任 但外界人期盼能为冰冻的两岸关系 注入暖流创造历史新的一页 记者离听众好报道 好众所瞩目的马席二会 在今天就要登场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在昨天晚间 这个部分随团记者 已经收到了一份官方简讯 是什么 是今天早上中午要进行二次的核酸筛检 到时候会发放记者证件 指出说在下午的2点45分 就等一下到人民大会堂的北门集合访问 按照惯例 只有习近平会出面会见 才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检疫要求 因为毕竟是一个大规格 一般推测 今天的下午4点钟 就是马席二会要登场了 好 那么到底会互称什么呢 马先生 习先生 还是对于其他的 会有其他的一些称谓呢 那现在也大家在等了 马英九对于中华民国九日共识 要如何表述表态 以及安排在哪个厅 目前尚不清楚 那目前有三个厅是有机会的 东大厅还有福建厅跟台湾厅 东大厅过去是习近平 这个有跟这个 其他的各国的总统有会谈过 那在福建厅呢 大家就熟知了 是跟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有接见过 但会在台湾厅吗 像有人说如果他在台湾厅 可能就会有点敏感了 因为呢像郭正良就有说 台湾厅的话可能 因为绿营就会来操作说 可能是要准备统一了吗等等之类的 所以齐山三个厅 目前还不晓得最后的关头 我们才会知道答案了 就再等一下咯 好此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国安会的前民主长苏琪 他说马英九跟习近平会面 推测是想要释出是中国大陆 只针对台独 并非台独没有敌意 那此外呢 马席二会对于安定两岸 紧张的情势是有帮助的 他怎么认为 拜登政府也会呢 因此松了一口气 那么在今天下午就要登场的 就是睽違九年喔 这个马席两人要再度碰面相见 那目前这场的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立刻连线 在场的记者佩玉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马英九 在北京下榻的这个饭店 那么在马席会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上午的时候呢 是先去了 这一个中国空间研究技术院 因为我们在饭店呢 是目睹他从外头回来 那么打听了一下 他上午确实是去了这个地方 而他大约是在这个上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呢 就已经返回了饭店 为的就是呢 马席二会即将要在今天 下午三点钟之后登场 那么呢 这一次呢 这个准备的工作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一个保密 因为即便到今天 就是十号上午的时候呢 我们随行的记者呢 都还没有办法 从官宣的这一个通告当中 知道说到底这个时间点 会是落在什么时候 可以说是保密到这一个最后一刻 都还不愿意对外来证实 到底是几点几分的时候 会来这个马席会会登场 不过呢 可以确定的是呢 马席二会呢 是即将就在今天 下午的时候就会登场了 那么呢 我们也注意到了哦 这一次的这个马席会呢 可以说是藏了这个999密码 怎么说呢 马英九的名字当中 有个九 而两个老朋友的这个会面呢 也是睽違了九年 而且上一次马席会的时候呢 是在2015年 这一个2015年 两人会面的时候呢 可是两岸分至1949年以来 时隔66年的首次会面 因此呢 这一次的马席会 可是伸长了999的 这一个密码 也在我们的观察中被发现了 那么呢 今天呢 两人这个会见的地点呢 就会是在这个人民的大会堂 那么外界会蛮关注 彼此会用怎么样的称谓 来称呼对方 我们别忘了哦 就在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呢 两岸的关系可以说是直转极下 尤其像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惊吓冲突呢 是扩大到了 扩大到了这个惊吓海域的这个纷争 两岸的这个恶意螺旋呢 是不断的上升 算有外界觉得说 马英九他现在没有党职 也没有公职 他的到访到底能够 起什么实质的效益 不过能够让这个大陆国家的这个 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和现任的 台湾的这个元首能够碰面 基本上就已经替这个两岸关系 是已经有点破冰回温了 所以再怎么样呢 都得肯定马席二会的登场 是有助于缓解现在这个两岸 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关系 而且再加上呢 其实520呢 就是这个赖清德即将要上任了 因此陆方会借由这个马席二会 对台透露什么讯息也该值得关注 而且呢 马席二会这个举办的时间点呢 在这个之前 美国总统呢 这个拜登和习近平呢 也是在本月的二号有通过电话 因此马席二会呢 是在这个中美元首通话之后 有这个联系 有这个马席二会的登场 都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陆方也会想要借由这个 马席二会的登场 来稳定一下中美关系 告诉这个美国呢 台湾问题呢 绝对是这个中美之间 不可跨越的一道红线 而我们也会持续的 在现场为您掌握第一手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感谢佩宇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的是 在昨天呢 这个马英九前总统 不仅率领大家来爬长城 甚至还有这个带领学生参访 北京大学 那么期间也跟学人一起打太极了 还要笑称说自己的武功有进步 其实他这个谈笑还蛮幽默的 那其实大家都说真的是 跟他的这个原本严肃的个性 有一点落差 所以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惊喜 此外呢 马前总统有强调说 两岸的青年之间互动是浑然天成 欲罢不能 也邀请了北大的师生 可以回访台湾 延续这一趟的友情 脱下西装外套跟着世界冠军 和学生一起打太极 摆动手势很有架势 我是台湾新主人 加在京队 全对于所有 互联邀请的演讲 是不是要走到这一关 就是我们的武功也有所经历 马英九九号下午来到大陆 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交流 由北大前任和现任校长 和大陆桌球奥运冠军 丁宁陪同参访 马英九再度展现马是幽默 你把好天气带来了 我晚上有做法 我做法 参访北大也是马英九此行 最后一场校园交流活动 有别于过去 连正和宋楚瑜 访问北大时公开演讲 马英九只有致辞 他大赞北大水准高 走访那么多地方 只有北大把他的名字写对 我这个名字到现在为止 只有你们写这个 硬硬是写对了 因为他那个不是一那 是一点 双方互贈书籍 马英九送出中华语文大词典 别具异议 当台湾的克刚在蔡政府的执政下 是大幅减少了文言文的部分 马英九在这场 与北大的交流会上 是送出了中华语文大词典 串联起两岸的共同记忆 两岸学生也对这趟交流 给予正面回应 我感觉马先生的手特别的有力 也特别的温暖 我感觉这是一种对 两岸和平共融的一种 非常具体的象征 大陆也是马英九先生的一个家 使他就是回家看看 马英九行程满党 一早率队爬巴打令长城 陆方给予半清场高规格待遇 他特地在长城上高唱抗战歌曲 长城窑再度哽咽饭泪 直呼非常感动 记者林兴献严佩玉在北京的采访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解控